人人都说,金圈太子爷是条只会围着女人赚的臭舔狗 女友开房我付钱,没有堕胎我陪同 头顶青青大草原我也毫不在意 因为这不过是家族对我的考验 只要为女友舔狗一个亿 我就能够顺利继承亿万家产 嚣张富二代又怎么样,还不是成了我的舔狗,吃 我抱着鲜花赶到泳池的时候 穿着清凉的顾会心,正被一群人簇拥其中 神色得意地炫耀他的玉符之术 突然有人喊了声 陆少来了,还带着花泥,真是浪漫 语气嘲讽,目光更是轻蔑 我冲耳不闻,静止走到顾会心面前 把花递给他 惺惺,生日快乐 他只淡淡扫了我一眼 面带蕴色地剥了被吹乱的头发 怎么才九十九朵,也不是国外空运回来的品种 你也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就用这种东西打发我 戴在无名纸上的鸽子蛋,分外夺目 是我按照他的要求 专门找人定制的生日礼物 价值上千万 而今天的泳池派对,是他临时起义 我举着花,苍白地解释 时间紧迫 等回头我 行了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还能指望你什么 真是废物 顾会心满脸嫌恶 完全没有要把花收下的意思 他那些朋友假模假样地劝 咱们陆少怎么说也是金圈太子爷 星星 你好歹给人家留点颜面 什么金圈太子爷 顾会心痴笑着打断 不过是条只会围着女人 转得臭田狗 我让他往东 他绝不敢往西 陆宇 你说是不是 一帮人看热闹不嫌事大 纷纷拱火 我顿绝不妙 果然就见顾会心伸出右腿 将杯中的红酒倾倒而下 他勾起大红唇 姿态高傲地命令我 爬过来 给我把脚舔干净 顾会心的身材不错 腰细腿长 成天在美容院泡的皮肤 更是吹弹可破 滴滴液体 顺着他的膝盖往下躺 简直要命 若是夫妻情趣 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味 可现在 他这是 把我的尊严 放在脚底下踩 我面无表情地 站在原地没有动 众人一阵唏嘘 更多的还是想看 我的笑话 不是吧 男子汉大丈夫 他还真愿意舔女人的脚 你懂什么 说不定咱们陆少就好这口吗 顾会心双手还胸 不耐烦地点起脚尖 择了一声 我收紧手掌 牙关紧咬 还是乖乖放下花 弯下膝盖跪在地上 像条狗一样 朝他爬过去 周边立马响起一声 盖过一声的议论 陆少牛逼 咱们心心训狗 真是有一套啊 我只当什么都听不见 每挪动一步 都在心里提醒自己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再忍一忍 要不是当初年轻气盛 总爱打架装逼 而陆家又是服务业巨头 若是连我这个董事长 都不能忍 只怕是要出事 老爷子也不会想出 这种做舔狗的方式来 考验我的耐力 只要在他身上舔完一个亿 就算通过 才能顺利继承亿万家产 顾会心被吹捧得 有些飘飘然 他哪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还天真的以为 我是为他而做出改变 他身边的女人 趁时递过去一小块蛋糕 阴侧侧地笑着 光喝酒哪够啊 陆少来得迟 生日蛋糕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呢 顾会心了然 把蛋糕倒在脚上的同时 恶趣味地碾了碾 碾你的奶油 挤进他的脚趾缝 说不出的恶心 我脸色微变 其他人则兴奋异常地催促 甚至有人打开了手机录像 为了亿万家产 我卑躬屈膝 如带珍宝般 捧起他的脚 轻轻舔势着 甜地的奶油和红酒混合在一起 异常的酸甜味道 令人作呕 顾会心冷眼看着我 咽下去 舔干净点 我强忍着屈辱 把奶油吞进肚子里 刺耳的嘲笑声 将我层层包围住 目的达到 顾会心没有了再玩下去的兴致 一脚把我踹开 扭头钻进旁边腹肌男的怀里 蹭了又蹭 没劲 身上都脏了 咱们换个地方玩 好啊 腹肌男心领神会地 捏了把他的翘臀 突然的动作 让他娇羞地啊了一声 蠢蠢欲动地 朝旁边几个壮汉勾了勾手指 他那一脚力道不小 没有防备的我撞到桌脚 疼得两眼直冒惊心 等我缓过神 顾会心已经被几个男人抬进了酒店 后面还跟着几个他要好的小姐妹 顾会心尽情享受着 那些男人的肉体抚慰 还不忘吩咐我 大家玩得尽兴 今天全场录于买单 好好招待我朋友 别惹得大家不痛快 瞬间我这头顶 就长出了一片青青大草原 那些人鄙夷 唾弃的目光 不加遮掩地落在我身上 有顾会心的羞辱在前 剩下这群人 完全是把我当成了服务员渊大头 上好的红酒 直接倒进泳池 生生造出了的酒池肉铃 对我更是忽来贺惧的使唤 看在家产的面子上 我都忍了 一个泳池拍对 生生闹到第二天早上才结束 结账之前 我先去了趟酒店房间 没想到已经是人去楼空 热大的总裁套房一片狼藉 各种猪心的小玩具扔了一地 我拍了几张照片 这才下楼付钱 陆绍 一共248万 服务员有些愚心不忍地 把账单递给我 上面显示 昨晚他们还叫了整整两合隔屁带 玩得也是有够花的 我无视掉他同情的目光 脑子里只有一串数字 只剩最后25万 我就可以彻底告别这种 操弹的舔狗生活 我乐得差点笑出声 赶紧刷卡走人 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份喜悦 顾会心就给我发来指令 限我20分钟内到他指定的商场 那地我可太熟了 跟他交往的这一年多 我在那少说 砸了两三千万 正好这苦逼日子 我是再不想过下去了 当即掉头火急火燎的往商场赶 老远我就见顾会心 端着杯咖啡 坐在新爸爸里头 一反常态地 没穿他的性感小吊带 动作间还是不可避免地 露出脖子上的痕迹 即使擦了厚厚的粉底 也遮盖不住眼底的清黑 看来是昨晚上玩爽了 趁着好心情 再敲我一笔 星星 我一如既往 屁颠屁颠地凑上去 他似乎没料到 我到得这样快 可算是给了我几分好脸色 今天动作倒是挺快 坐下吧 我有话跟你说 这么严肃 什么事啊 我还真被他给整得 有点紧张了 他神色傲慢地瞥了我一眼 不急不缓地说道 我怀孕了 孩子不是你的 我笑容一致 表面惊讶受伤 心里却一点不意外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我连他的小嘴都没亲过 更别说那种事 所以 你特地把我叫过来 是打算和我分手 我瞬间红了眼眶 一把抓住他的手掌 苦苦哀求 星星 求求你别离开我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只剩25万了 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顾慧心脸上浮现出厌恶之色 用力抽回手 他们说的真是一点没错 你就是个实打实的剑骨头 我找你出来 就是想让你陪我去把孩子打了 见我愣住 他微抬起下巴 施舍般给了我颗红枣 放心 只要你听我的话 好好表现 我就带你回家商量婚事 真的 我欣喜若狂地抹了把泪 丝毫不在意的头上 已经绿得冒油光 当然 顾慧心压下满眼的嫌恶 接着跟只受惊的兔子似的 可怜巴巴地看向我 只是我听说 打胎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对身体伤害也大 我怕 话说到这份上 我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花钱呗 正合我意 我语气极切诚恳地回应 别怕 我给你安排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正好你前两天看中的包 今天到货 咱们先去看看 顾慧心心满意足地 又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起身走向某奢牌包店的同时 不忘回头催促 磨蹭什么 赶紧走啊 他是这里的常客 销售见着我这个绝世大田狗 脸都快笑烂了 立马把当季新款都拿了出来 这几个我都要了 顾慧心大手一挥 以止气使地命令我 付钱吧 五个包 算下来一共五十六万 这种憋屈的日子 特么终于结束了 我立马掏出信用卡 激动的眼角冒泪光 刷卡的手都在抖 扣款成功的瞬间 我只觉得浑身舒畅 嘴角比AK还难压 谁知顾慧心 又看上了店里一条钻石项链 这项链和我的戒指 倒是挺配 给我试试 顾小姐 这款是咱们店的限量版 拆封了就不能退 销售面露难色 毕竟这条项链 可不是几个包能比的 顾慧心面色不悦 直接打断 金圈太子爷陆少在这呢 他可是我的舔狗 还复不起 你一条项链 说着就抢过项链 拆开往自己脖子上戴 我正于开口 老爷子突然来店 恭喜你完成考验 不愧是我孙子 舔了那女人一个月 花了一个亿 心思够深 能忍耐 从今以后不用忍耐了 你回家继承万亿财产吧 老爷子这是准备放权了 正合我意 又聊了些关于公司的情况 我才挂断电话 顾慧心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就你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 啰里啰嗦胡扯什么 还不赶紧结账去 我站在原地没动 销售倒是极有眼力见地 把POS机递到我手边 陆少 这条项链价值一千两百万 您看 他买的 找他要啊 我再也不忍耐 舔狗的生活结束了 顾慧心身子一僵 脸色更是难看 别说一千两百万 就是两万块 只怕他也掏不出来 姓陆的 你说什么呢 你就是跟在我屁股后面的一条狗 我带你买的东西是看得起你 现在你还要让我付钱 这么说 还得谢谢你了 一条狗都比你有钱 你说你还装什么逼 非得拆人家的限量款 还是先想想上 哪凑钱付款吧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你们可得 把他看好了 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顾慧心想跟 却被几个销售团团围住 只能无能怒吼 你个王八蛋 立马给我滚回来 把钱付了 我就不跟你计较 你个死天狗 别后悔 有你哭着求我的时候 垃圾 废物 我的内心平静 不起半点波澜 直接找了个地方 好好庆祝了一番 等我酒醒 手机显示有几十通未接电话 和一大堆谩骂短信 我正要把手机放下 顾慧心的电话 却在这个时候打了过来 陆宇 你怎么惺惺了 他回来 就发了好大一通脾气 他那便宜哥哥 上来就给我一顿骂 我没吭声 任凭他自导自演 给你发的图片见着了吧 给我把这辆车买了 再乖乖滚过来 给我妹妹道歉 求她原谅 几百万的跑车 他口气真是不小 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 像是笃定 我这个死天狗 会乖乖摇着尾巴上门 这一趟 我也确实该去 兢兢业业的舔了他一年多 也该轮到他 尝尝当狗的滋味 顾磊目露金光的上下 打量着我 见我两手空空 先是眉头一皱 接着像是想到了什么 笑眯眯地把我拽进去 来得还挺快 我就知道 你小子放不下心心 怎么样 车定好了吗 是按照我的要求定的吗 什么时候能提车 顾慧心撇着嘴 靠在沙发上 眼睛斜看着我 冷哼一声 还想着我像以前那样 跪求他原谅 对了陆宇啊 你也知道 我和你未来嫂子 快要结婚了 这两天 我们看中了一套婚房 不贵 也就一千多万 你看我就心心 这么一个妹妹 往后咱们 就是一家人 只要我这婚事办完 你和欣欣的事 我也不反对 顾蕾在我耳朵边 叨叨的不停 还妄想用顾慧心 来拿捏我 都快三十岁的男人 游手好闲 烂赌成性 光是替他还赌债 顾慧心就从我这 拿了一千多万 我还没同意呢 竟然一声不吭 把我丢在商场 你这窝囊废 还真是长本事了 顾慧心恶狠狠地弯着我 往常也是如此 只要我稍不顺他的心意 他就各种闹脾气 我又是哄又是球 最后再疯狂砸钱 才算完事 顾蕾也是看惯了他的把戏 再加上不舍得 我这棵摇钱树 每次都在中间充好人 又不是什么大事 既然陆宇都已经上门了 你也见好就收 陆宇啊 既然要结婚 彩礼肯定少不了 我看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这个数字 就挺不错 不行 我沉声打断 眼见顾蕾脸色骤变 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道 陆家给未来少夫人 准备的彩礼是一个亿 至于礼服钻戒一类 都由国内外设计大师 设计定制 香 香谢山庄 我听说 那里可要十几个亿 顾蕾瞬间乐得合不拢嘴 偷偷朝顾慧欣 使了好几个眼色 顾慧欣眼眸微亮 显然也是心动了 却还是摆着张脸 摆足了姿态 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只要你把买项链的 一千二百万给我 再跪下来求我原谅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据我所知 那一千二百万 可是他把自己 卖给好几个富商一个月 才凑齐的 我又算了算 你还得再给我五百 一千万 到时 你未来嫂子过门 肯定也不能委屈了他 顾蕾掰着手指头 兄妹俩 那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简直一模一样 我忍着恶心 笑道 若是嫂子进门 我自然是要节心尽力的 只不过 陆家就我一个 我哪来的嫂子 陆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顾蕾脸一下子就黑了 我怂怂间 漫不经心地开口 字面意思 你们想要钱 我有 你要的车 我买了 全款顶配 一周后到货 还有刚刚我提到的 香榭山庄 都是真的 只是跟你们没关系而已 顾蕾蕾立马绷不住了 蹭得起身 用手指着我骂 陆宇 你吃错药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让你跪下求 我是看得起你 追我的人一抓一大把 要不是看你有点钱 哪里轮得到你 这么个蠢货 窝囊费 我这一钱 确实是够窝囊的 我特地走一趟 就是来通知你 游戏结束 是我把你这个烂女人甩了 顾慧心 哪在我这受过这种委屈 立马开炮 寒妈量极高 她骂得越狠 我就越高兴 陆宇 你脑子坏掉了 发什么疯 趁着现在 还有转环的余地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 给欣欣道歉 再按照刚刚我提的 要求一一准备 这事就算过去了 顾蕾同样对我怒目而示 不必了 顾慧心 我爱你的时候 你让我舔脚都是香的 可我不爱你的时候 你在我眼里 就是特么的一坨屎 还有你 又是车又是房的 你连怎么这么大呢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陆宇 顾慧心顿时面容失色 顾蕾更是惊得久久 回不过神来 他们肯定是觉得 我疯了 一个舔狗 竟然硬气起来了 我扯动唇脚 我的话说完了 好自为之 见我要走 顾蕾先一步堵住了我的去路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妹妹现在肚子里 可怀着你的孩子 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接近两米的大块头 结实的跟堵肉墙似的 还真有些唬人 实际上 不过是个绣花枕头罢了 我的孩子 哼 恐怕连她自己 都不知道是谁的种吧 可别什么屎盆子 就往我头上扣 就这么个人人气的烂货碰一下 我都嫌脏 话音刚落 一个玻璃杯 直冲我的面门 顾慧心气的直哆嗦 顾蕾抬手做事 就要揍我 我往后一退 两个黑衣壮汉挡在我身前 嵌住了她的胳膊 好啊 还叫上帮手了是吧 真是反了你了 狗东西 顾慧心冲上来 尖细的指甲 直往我脸上戳 只可惜被保镖挡着 她连我的衣角 都碰不着 顾蕾嘴上也是骂骂咧咧 甚至想要还手 保镖手上一用力 她就疼得呲牙咧嘴 白掌一身镖 你她娘的小兔崽子 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你说了不算 赶紧把我松开 再乖乖跪下道歉 否则有你好看 好啊 我等着 我满脸轻松淡然 临走前不忘说道 对了 再提醒你们一句 这房子是我的 限你们三天之内搬出去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会有怎样的后果 你 混蛋 垃圾 什么玩意儿 两个人彻底破防 开始满嘴喷粪 我只当听不见 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 次日 陆家就高调宣布 有我就任陆氏集团 副总裁一职 我每天忙得团团转 不是开会就是应酬 顾慧心那边 倒是安分了一段时间 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平静的背后 蕴藏着更大的风暴 果然不到半个月 他们就按捺不住了 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 顾慧心靠着炫富视频 在某网络平台 积攒了不少粉丝 也算是小有名气 他特地化了个心肌素颜妆 在直播间 渲然若气地控诉我 使乱中气 还逼迫他打胎的行为 直接把我 连带着整个路架 送上了热搜 我以前的那些舔狗行为 也都被扒出来 放到了网上 简直扒脸 都丢尽了 老爷子也因此被惊动 在我的安抚下才没出手 顾慧心见我这边没有动作 又连着开了几天直播 儼然把自己塑造成了 受害者的形象 关注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 眼看时机成熟 我这才以个人名义 发布了一则澄清公告 说明我和顾慧心之间 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顾慧心像是早就料到 我有这么一手 竟然又发布了我和他的床照 我找专业人是鉴定的 不是合成的 如此一来 网络舆论又开始一边倒 顾慧心也在这个时候 胜券在握地找到谈判 他身穿奢牌高定 墨镜下边是诱人的大红唇 我早说过 你会后悔的 怎么样 现在跪下求我 还来得及 只要你把香榭山庄过户给我 我还是可以勉强跟你结婚的 除了我 恐怕也没有哪个女人会瞎了 眼看上 你挣个窝囊费吧 上来就要 我的香榭山庄 口气可真是大 下次出门之前 先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配不配 什么东西 就香榭山庄 我吃笑一声 目光轻蔑 就如他当初对待我那般 顾慧心脸色微变 转瞬又恢复如常 别嘴硬了 我可还记得当初 你是怎么苦苦哀求 让我跟你在一起的 我知道你根本就放不下我 反正咱们也快要结婚了 楼上就有家酒店 咱们上去慢慢谈 小腿突然传来一阵丝滑的触感 他表面高傲 长裙底下 竟然藏着诱人的黑丝袜 我身体前倾 在他的注视下缓缓说道 你可真是有构建的 你的这些把戏 还是留给其他男人吧 实在是倒胃口 我一脚把他踢开 起身往外走 他差点重心不稳 摔在地上 等他反应过来 我身边已经多了另一个女人 林家千金 无论是样貌还是气质 都甩他几条街 这就是你那位前女友 小网红果然上不了台面 林双熟忍地挽住我的胳膊 丝毫不掩饰他的鄙夷 顾慧欣立马跟点燃的炮胀似的 吵吵嚷嚷地倒人胃口 臭婊子 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破烂货 这窝囊肺 可是连我的脚趾头都愿意舔 林双只是抿着唇笑 可他这副样子 越发刺痛了顾慧欣 你笑什么 贱人 看我不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他飞扑上来 被我拦住 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 这是高级餐厅 什么人都往里放 也不看看他能不能消费得起 我冷斥一声 立马由保安上来 把骂骂咧咧的顾慧欣 给架了出去 林双这才松开我 林小姐 多谢 我语气诚恳 极为绅士地 邀请他在旁边落座 林双 林家独女 前不久刚刚回国的高学历海归 也是老爷子 给我千挑万选的相亲对象 不用客气 关于你的光荣事迹 我在网上都已经看过了 你放心 我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一个人究竟怎么样 只有接触过才能了解 所以 现在咱们可以开始了吗 他冲我玩耳一笑 我瞬间上头 我们相谈甚欢 他完全是我的菜 正当我沉浸于这份喜悦的时候 顾慧欣又搞事情了 我又上了拨热搜 他在网上控诉我对他使用暴力 还放出他在餐厅被保安驱赶的视频 就连验商报告都准备好了 除此之外 他竟然还把林双爷扯了进来 把他说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 赤剑人 真是又坏又蠢 我打开电子邮箱 点击刚收到的邮件 早从他在网上卖惨开始 我就找了私家侦探私下调查 搜集证据 只等着舆论发酵 最后给他致命一击 这封邮件来的正是时候 我原以为顾慧欣只是玩的花 壳里面的东西 简直恶心的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 脊背更是阵阵发凉 竭力压制住翻江倒海的胃 我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全部放到了网上 更是自掏腰包买了推广 只一夜之间 剧情反转 顾慧欣兄妹俩 应该说是这对狗男女 俨然成了过街老鼠 也是看了私家侦探发来的资料 我才知道 他们俩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不止一次地 在我的房子里 做那种龌龊事 顾慧欣肚子里的 说不准就是顾磊的种 而顾磊 还是个双性恋 他常出入gaba 和不同的男人开房私混 他那么个大块头 竟然还是被弄的那一个 迷烂的私生活 让他染上了艾滋病 顾慧欣自然也没能幸免 亏得顾慧欣 瞧不上我这么个窝囊废 从没让我碰过 天一亮 我就派人把他们俩 从我的房子里赶了出去 听保镖说 他们到时 那两人正闹得不可开支 只因为顾慧欣收拾东西时发现 他那些奢牌包包 都被换成了假货 就连那枚价值千万的钻石戒指 也被顾磊拿去还了赌债 两人缠打推嗓间 顾磊被他推下楼梯 脑部受到重创 当场死亡 顾慧欣吓傻了 反应过来后直接跑了 成了通缉犯 不过这些 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的女友 林双还等着我 送他最爱的小蛋糕